大家好,歡迎收看鹹輝的頻道 哇,你看多多人,多熱鬧 還要每個人都急急腳地走 你說他們去哪裡了? 當然要去行花街,因為快要過年 這次我帶你們到廣州去蕾灣花市走一走 享受一下熱烈的氣氛 那這個蕾灣花市有什麼厲害呢? 其實一聽的名字很厲害,蕾灣 正正開在廣州舊城區的花市 而且它很大 從中山七八字交界位開始 一直到西華路 一共一公里多 多麼長 今年的蕾灣花市有什麼看透呢? 首先就是它有兩個牌 剛剛那裡就是中山七八的交界位的牌樓 是一個比較傳統的牌樓 後面呢 即是過了牌樓,就有一個龍頭在這裡 那一個都爭著,所以就拍照了 到西華路那邊的牌樓 有一條電光龍 我叫它電光龍 為什麼叫它電光龍呢? 因為它這個牌樓就比較現代化 好像那些演唱會那些標版那樣的 而且它在西華路這邊的牌樓 到時到下就會有燈在這裡 很漂亮 你看一下真的 一波又一波人 雖然大家的天氣真的不錯 每個人都要 來得到就來吧 過來走一走,反正就快過了 這堆都是一百、一百五十八 那都不是那支人來的 買了的 那花市最主要呢 當然是過人買花 雖然家下的花市都是過人臭蜜蜜蜜蜜 那麗灣花市 當不夠花賣呢 真的很多客人 比西華路那邊的花 它在那個巨大龍頭 後面呢 就開始賣花了 一共幾百米長的攤位 全都是賣花的 花的品種啊 都是那些的 蝴蝶蘭 水仙 桔 桃花 還有那些鮮花之類 但是因為這裏的舖位 就比較大 所以裏面那些當攤的貨架 都很大 看上去真的很誇張 一層一層的樣子 你看看多多花買 買的又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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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看的又不空 因為真的太多東西看 就一邊走 走走走走走走 大概到那個 到那個動感小西關那邊 就開始變成 賣農產品、風車、玩具 我也是叫那些玩具 因為風車家真的很有趣 當然還有一些古形精貴的輝春、掛飾之類 還有一些小燈籠 中秋那些都已經結合了,加上那些仲得 其實不止那些攤位裡面會有風車買的 爐兩邊都有 其實區別是多不少,款式是一樣的 我最重要的是,你不在攤位買,是便宜一點 其實不來逛花街,最開心的就是那些小朋友 特別是那些磅馬的小朋友 當然啦,又不去逛街,又有東西看 累就比爸爸的 每個小朋友都喜歡這個樣子 加上呢,其實爸爸媽媽和小朋友過來走巴士 通常會買東西給他們 今年那些公仔、風車這麼有趣 其實你看到,小朋友過來真的很開心 當然啦,有些小朋友跟著爸爸媽媽過來買的 其實都買得OK開心的 因為都是過來玩的 這個叫做 這樣呢,就一路走走走走走走 最好呢,其實真的 由頭走到尾 去到那個西華路那邊的排流附近 那邊其實真的蠻好看的 因為那些後火燈,定時定後在那邊轉 有一種很夢幻的氣氛 而且,因為整個公里嘛 那巴士 有些人呢,其實走不完的 他去到那邊就在那些出口出去 那你過度在那裡拍照呢 拍多久都沒有人理你 不會好像在前面那一段那樣 即是在東北西西灣前面那一段 你站在那裡,就基本上 那些後面那些人會推你向前走 你不能慢慢地拍的 那在那裡可以拍照 那在那裡可以拍照 但如果超過了8點 那些人就不知道在那裡湧過來 那看看剛剛開始過馬路那裡 那陣勢就知道 最方便就是地鐵八號線的彩虹站 那邊在處理上,現在的地鐵航 就是花市的牌子 這就是花市的牌子 那在那裡行走 繞一圈也好,繞一半圈也好,都是很有意思的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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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次再見啦,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